有个温州女鞋品牌 门店各种打折促销 像是老板马上要带着小姨子跑路一般 但实际上她生意极好 年销售额达50亿 门店更是开出9000多家 它就是大东鞋业 大东模式有三大特点 首先是价格低 一开始 大东的运营模式跟大多数传统鞋企一样 采用的是代理商运营制 比如一双鞋的成本价是50块 公司给省级代理商的价格就是70块 代理商再给到经销商的批发价 就会达到100块 那么经销商再加上房租 人员工资等成本 最后零售价就要达到300块 那大东的创始人陈光敏一看 这套模式极其不合理 中间没有一方是赢家 第一品牌方销量上不去 很难打响知名度 第二代理商经销商 价格混乱恶性竞争 很难赚到钱 第三对消费者来说 更是花了太多冤枉钱 那慢慢的肯定没人愿意再买单了 最后伤害的还是品牌 无限恶性循环 陈光敏深知 必须要去掉中间环节 否则大东是没有未来的 于是就开始进行自营改造和连营改造 第一步自营改造 按理来说 想要将18个省级代理商分公司 进行自营改造 改为公司控股 难如登天 但陈光敏居然做到了兵不卸任 让格陆诸侯昏天洗地 上交兵权 他究竟是怎么做的呢 比如 某省的代理商分公司 折价1000万 那改成自营之后 这1000万就可以占分公司的49%股份 分公司由大东总部进行控股 并占51%股份 同时呢 分公司以后的资金投入 门店管理也全部都有总部来负责 如果未来分公司实现盈利了 代理商能拿到49%的分红 如果分公司亏损了 总部每年也会拿出1000万元的10% 作为最低收益分给代理商 那代理商们一听 这相当于稳赚不赔案 而且还很省心 于是都欣然接受改造 将18个分公司自营改造完之后 紧接着 陈光敏又把分公司底下的各个专卖店 进行连营改造 他具体怎么做的呢 首先 大东总部来给门店供货扑货 做人员培训 商品定价 活动策划 以前这些都是门店自己来操心的 现在不用了 总部都帮你安排的妥妥的 而且是全国统一运营 所以大东对门店的控制力是非常强的 相反同样做女鞋的达芙妮 富贵鸟 为什么今天都不行了 就是因为他们对加盟店没有控制力 产品一旦不好卖 加盟店就会成品成品的官店 伤害品牌 其次呢 每家门店需要给总部交20万货品押金 交了之后你就没有库存压力了 不但进货不要钱 你卖不掉的货还可以退回给总部 关键是你不干了 押金我还给你退 那门店赚了钱怎么分呢 门店每天的销售额 必须在当天先打到公司账户 总部每个月做结算 将营业额的37%到39%分给门店 门店拿到钱之后 承担完当月的房租水电 给导购员 店长发完工资后 其余的就是门店老板的利润 改造完成之后 虽然定价低了 毛利润没有以前高了 但是销售额提高了 以前门店一个月最多卖6万 改造完成后 能够卖到16万 所以门店老板们的信心被增了 如果你后面想开新店 你也不需要交价蒙费 你只需要交10万装修费 总部帮你装修 同时呢 大东还给你做保底承诺 三年合同期内 你一定能收回门店的投资 就这样 大东不仅将老店转型过来 新店也得到了爆发式增长 最终疯狂裂便一万多家门店 不过再好的销路也会产生库存 一到寂寞它就开始清库存 以19元20元价格卖掉鞋子 举中间话 形成低价格 快限金流 零库存 这就大东这家温州鞋厂 崛起的三班府